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基隆市正兵渔港 在日治时期曾为北台湾最大的海港 但随着渔船顿位容量变大 正兵渔港因为不堪负荷而逐渐没落 正兵渔港它其实就是奠定基隆更现代化 渔业的发展 因为正兵渔港太小了 开始就不服使用后来就没落 码头旁树立着一整排五彩缤纷的房屋 那是基隆市政府透过色彩徒步计划 改造而成的彩色屋 为老旧的正兵渔港诸入新的生命力 现在正兵渔港市政府 他们的开发计划走向观光的路线 因为渔业已经没办法再互一互新了 游客在观景平台上就定位 与深厚的彩色屋合照留念 除了彩色屋 渔港附近还有历经两年修复完工的 渔会正兵大楼 成为正兵渔港的文化新景点 那彩色屋其实不是唯一的方法 可是你就是因地置疑 然后你把地方的特色能够发掘出来 正兵渔港近年朝上观光路线发展 码头周遭除了有重新改造过后的景点 也有留下许多历史痕迹的阿根纳造船厂 等待游客前来一堵正兵渔港的美丽风貌 台湾现在不少学校推动双语教学 但其实双语教学 不论是对老师或是学生 都是一项新考验 甚至有学生因为听不懂英文 连原本的科目也学不好了 英文是国际通用的语言 台湾政府希望可以在2030年 将台湾打正成一个双语教学的时代 让台湾学生可以到国外更有竞争力 双语教学是以英文为基础 再以其他学科来使用英文 来作为上课的沟通语言 绝对不是要让这些学科教师 变成英语教师 把学科课程变成英语课 而是希望有个环境 让学生能够多接触 达成不排斥不讨厌 所以双语教学不仅在教学上有所改变 对于学生要如何接受 以及学生们英文程度不异的状况 也是学校老师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在外师跟我们教学的过程中 外师有时候会讲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语字 然后没有老师的辅助的话 我们就会变得更不懂老师 就是外师在讲什么 那如果今天我们许多的科目都变成说用双语教学的话 那我们原本不会的科目就会变得更不会 加上老师用英文讲我们又更听不懂 会导致很多人会想要去放心现在所学的科目 双语教学政策不仅仅对于台湾学生来说是一项挑战 对于试制来说更加严峻 其一是老师经营双语教学时 很容易落入在学科教学时变成英语教学 而忽略英语只是辅助 本质还是学科为主 其二是老师本身也需要补习 对于专业名词等语法还有使用 以及如何教导使学生更能融入双语教学的课程 都是一项很大的挑战 双语教学的实施的确有很多需要克服的点 把现阶段的双语教学从空谈变成美谈 让英语学习不再是课堂上的语言 而是能够从生活中学习语言 并且能够运用到生活力 更能不断随着生活经验去扩展 去认识更宽阔的世界